刚才她读着童话的时候,她停电了,因为外面现在在下雨大泪,然后就停电了,她的童话没有读完,我现在就拿着童话的手机,给她照着,然后让她读,把这一篇童话读完,也要求她读一篇。 一枚伞伞一枚伞八光,也不能够出电子,哪一个字,你读到哪呢,她读到自己都找不上了。 于是就从,什么铁,又铁晚上去下铁圈,读懂什么意思没有,这是第几遍,第一遍吧,二遍,读懂什么意思呢,你大概给我讲一讲。 这一个故事 你一句话说完了 那你读的啥呀 他继承王位 他经历了什么 他直接就继承王位了吗 是不是他的两个哥哥不同意 那为什么不同意 他继承了王位 他两个哥哥最后是怎么同意的呀 怎么同意 有什么条件 他满足了什么条件 他才能继承王位呀 满足了让妻子跳过去 让你读一个假的 为啥 你自己都不能许说一遍吧 你自己读过一遍了 我马上读过一遍了 你害得在冲度 啥时候读明白了 啥时候能把自己用自己的话 把这篇通话故事 能自己许说一遍 那算结束 知道不知道 读完了 你嘴不住了 那你嘴不住了呢 那不知道 笔个心 笔心 怎么笔心呢 怎么笔心呢 你放在咕咕这个这面 这面墙 这个地方 笔心 怎么笔心 就这样吧 这样笔心呢 你拿这个手机 露给你笔一个心 好 我的念心真的细 非常像小爱心 我感觉像是狱嘴 不是 我感觉像狱嘴 这个样子像是安心 像狱嘴 是不是非常的像 你看看吧 看在屏幕上看看 有好几个鱼 所以给它蹦 你刷个蓝鱼 刷个蓝鱼 你刷个蝶肉 好了